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让越来越多的巴西生产人学习中文 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习无耳朵语 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学习彼此的语言 我们一定能够克服我们直接的语言障碍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就想给大家无耳朵语的介绍 以前我们做了一些视频 在那些视频中 我给你们无耳朵语的基本语言点的介绍 比如说 如何有无耳朵语说为什么 如何有无耳朵语说怎么等等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就想给你们介绍无耳朵语 就让你们知道 巴西斯坦人会说的语言 无耳朵语是什么理性的语言 是什么样子的语言 我们会说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语言 好的 今天的课我们就开始了 我觉得如果 如果你想看一门语言的类型是什么 一门语言是什么样子的语言 我觉得你需要看那门语言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书写方法 因为语言是怎么写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 基本的语法 第三个方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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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一门语言是什么 理性的语言 你需要看一门语言的这些三个方面 首先呢 我们会看无耳朵语的书写方法 然后语言法 然后翻译 我们会知道 无耳朵语和中文有哪些共同点 还有哪些不同点 好的 我们就开始了 当我们看中文的书写方法 我们发现中文是从左到右写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看这个句子 我吃饭 我吃饭 我们知道中文是从左到右写的 我吃饭 对不对 一 二 是从左到右写 但无耳朵语 不一样 无耳朵语是从右到左写 一 二 比如说 如果我翻译这个句子 我会这样写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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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kana,kata,hu me的意思就是我,kana的意思就是饭 kata的意思就是持,hu代表现在持 那第一个区别就是中文是从左到右写的 我耳朵语是从右到左写的 第一个区别非常大的区别 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让你们知道 这是沃尔朵语的字母 当你写沃尔朵语应该是这样 用沃尔朵语的字母来写沃尔朵语就会这样 但在中文我们有评语,对不对? 你可以说在沃尔朵语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这个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巴西斯坦呢 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短信 发信息或者当我们上网络 我们经常使用英文字母来写沃尔朵语 我们很少很少用沃尔朵语字母来写沃尔朵语 我们经常用英文字母来写沃尔朵语 所以如果你作为英文沃尔朵语专业的学生 你会觉得沃尔朵语的字母很难 学沃尔朵语字母非常难 那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研究 为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一个词是怎么读的 你可以看一看 你可以看一个字 你知道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一个字是怎么读的 但你不知道 你不清楚怎么写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研究 因为发短信息的时候 在网络上 你经常会使用英文字母来写沃尔朵语 我作为巴西斯坦人 也很少很少用沃尔朵语字母来写沃尔朵语 所以呢 如果你知道一个沃尔朵语字怎么读 怎么写 怎么读 你知道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但你不清楚怎么写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那么厉害 我们已经看了沃尔朵语和中文的书写方法是什么样的复合 中文是从左到右写的 沃尔朵语是从右到左写的 现在我们看 我们来看一看 沃尔朵语和中文的语法 有什么共同点 有什么不同 好的 那我们看 语法 当我看中文呢 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如果我写简单的句子 比如说 我吃 我吃 蘋果 嗯 中文的句子 结果就是这样 出语 东词 冰语 冰语 v o s v 出语 东词 冰语 英文 好像英文一样 比如说如果finding 这个句子就是 i eat apple right 出语 东词 冰语 好像英文一样 但沃尔朵语的句子结果 有一个区别 跟英文 还有跟中文不一样 就是 出语 还有 冰语 还有 东词 所以 当你翻译 中文的句子 当你 用沃尔朵语来翻译任何的中文句子 你必须要进去这个句子结果的区别 好的 如果你翻译这个句子 你会这样翻译 主语 就是 我 然后呢 你会翻译 苹果 然后你会翻译 东词 就是 吃 我 苹果 我 是 啊 就是 我 就是 美 苹果 比你女 就是 sip 吃 就是 kata 好 哼 代表 现在是 mese kata 如果你用 英文来译这个句子就会这样 mai me s s a s i b s a i b s a i a b kata h u mai s sib kata mo me SI sib eka sib 是 sib 会发现 一个区别就是 基本句子的结构 中文的基本句子结果就是SVO 无耳朵语的就是S.O.V 第一个句语 第二个句语 在中文里面当我们表示实态 比如说有一个冬词 就是说看 意思在无耳朵语就是 在无耳朵语就是 Parna 看就是Parna 在中文里面当我们表示实态 我们会发现 动词的形式 没有什么变化 但我们怎么表示实态呢 我们会在 动词的口面或者 动词的前面 加一些词 让我们知道 那个动词是 还在做的 已经做完了的 或者是将来实态 比如说 有一个词 看 看 看就是我 看就是我 不好意思 是将来实 看就是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我想说 我还在 我还在看 我会说 我 在 我在看书 在 表示实态 如果 如果 过出实态 如果表示过出实态 我会说 我 我 看了 我 或者 看万了 万 或者 了 表示过出实 所以呢 中文的 在中文里面 当我们表示实态 动词 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看 我会看书 我在看书 我看了书 我看万了书 看就是一样 但 无耳朵语的情况 不一样 在无耳朵语 当我们表示 不同的实态 动词的形式 会有变化 会改变 比如说 有一个词 有一个词 所以 更像 但是 有一个词 有一个词 我 我会读一读一读一读 在这里,巴尔纳就是看的意思 但因为不想表示将来时,我不会说巴尔纳 我会说巴尔纳 巴尔纳 巴尔纳 这个词,这个懂词神词的变化表示将来时 如果我说我再看书,我会说 麦 吉他 巴尔 拉哈 木 麦 吉他 巴尔 拉哈 巴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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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书 巴尔纳 这一巴尔的词变成了巴尔纳 因为我还在看,表示将来时 如果我想表示无处时 我会说 我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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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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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比较无耳朵又和英文的语法 你会发现这个没有那么新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如果你看英文 在英文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英文当我们表示不同的时态 东西的形式会改变 比如说有一个词就是说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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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改,可能会变成 watched 可能会变成 watching,right? 所以呢,你可以理解 而文告就是 win的意思代表将来时 raha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让我再次一遍 ok 在英文里面我们会表示 我们会说 I w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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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 eat I am eat i am i have eating eating,right? 你看 你看 东西就是eat 当你表示将来时就是eat 当你表示将来时就是eat 当你表示在 在 在时的意思就是ing ing 你会记下ing ing 对不对 ing 就是eating eating watching eating 可能是 watching 可能是 speaking right? 无论是什么东词 你会记下ing eating eating 可能是watched 可能是espoke 可能是eat eating 所以呢 如果你 如果你 比较英文和无耳朵语 你会发现 无耳朵语的 无耳朵语和中文 在这一个方面非常有很大的相同 但如果你比较中文和无耳朵语 你会发现有非常大的区域 好了 第三个区域也就是 如果我们比较无耳朵语和中文的语义法 我们会发现第三个非常大的区域就是 在中文所有的语义都是中型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型的 但在无耳朵语语 比较无耳朵语 是 阴性的 或者 阳性的 那 为什么一个东西是阴性的 为什么一个东西是阳性的 我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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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有什么 原因 有什么解释 我就不知道 那 这就是 你需要记住 哪些 哪些东西是阴性的 哪些东西是阳性的 为什么有这个区域 我就不知道 哪些东西是阳性的 那我给你一个例子 在中文里面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型的 所以如果我写 家,家也是懂性的,或者我的家,或者如果我写我的家在我耳朵有一个家, 我的书,我的书,在中文里面家和书都是中性的,但我耳朵语的情况不一样,在我耳朵语家就是阳性的,书就是阴性的, 就是因为这个区别,你会发现这一字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比如说,如果我说我的家 因为家是一个养性的东西,我会这样说 我说,也没来过去 因为家就是一个养性的东西,我会说,没来,没来,没来 为什么?因为家就是一个养性的东西 但我会说,我会说,这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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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来 如果我说,这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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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来 你应该说,没来,为什么这个养性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养性的东西是养性的?为什么这个养性的?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第三个区别就是,在中文里面,所有的东西是所有的养性的 但乌尔多余不是这样 所以,即使这个原因,我觉得乌尔多余的语方非常非常难 因为我们白兴斯坦然,我们从小说中文说乌尔多余 所以我们一直知道一个东西是阴性的,一个东西是养性的 但是,对你们来说,乌尔多余,你们会发现家是阳性的,乌是阴性的 那为什么就是这样?我觉得乌尔多余老师,他可能帮助你指导有什么道理 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 现在呢,我们会看乌尔多余和中文的翻译有什么区别 那翻译这个方面就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说中文有声调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乌尔多余没有声调 这是一个好笑子 我只会被中文学,中文的学生,因为我学了大概三年多的中文了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知道我的中文翻译有不正确 还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声调 当我说中文,我说的声调不正确,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因为乌尔多余没有声调,所以我觉得乌尔多余在意义方面 你可以说乌尔多余没有中文那么复杂 那最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帮到你们知道 乌尔多余是什么理性的语言,帮到你们学乌尔多余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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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